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继续来《思想弹以理书》 今天我们思想第四到第六章 我给的题目是 坚持信仰的挑战 我们在前面看到弹以理 祂相信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最高的主宰 我们相信的上帝 祂绝对是有能力 祂是最高的主宰 但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出发 我们相信上帝 这位最高主宰的神的子民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看到弹以理他很有信心 他不用王给他的善食 他经历上帝的慈福 他的身体的发展 以及他的头脑的发展 胜过巴比伦 当时的这些有才能的年轻人 除了上帝给弹以理这些祝福以外 我们也看到弹以理仍然需要面对其他的挑战 我们知道当时 巴比伦皇帝国里面 有很多人应该是妒忌弹以理 他们虽然找不到弹以理 有什么行为上的缺失 但是他们仍然想尽办法要害弹以理 所以他们后来想到 只能够在弹以理的信仰里面挑无病 他们欺骗皇帝希望能够陷害弹以理 但是我们看到弹以理他真是坚持信仰 相信上帝 我不知道弹以理他坚持信仰 他有没有想到可能他就没命 他到底有没有把握上帝一定会救他 我们从弹以理三个朋友 在第三章十七节 其实给我们看到 我相信弹以理他当时已经将性命交托在上帝手中 弹以理三个朋友当时说出他的话 他们相信上帝能够救他们出来火谣 但是就算上帝不帮助他们 即或不然 他们仍然要继续坚持信仰 不会拜这个金像 我相信弹以理三个朋友有这样的信心 弹以理应该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信心 即使上帝没有够弹以理他在狮子坑里面被狮子吃了 我相信他仍然不会后悔 所以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不止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伟大 也都看到上帝拥有这个主权 他可以救我们 他绝对有能力救我们 以来各种危险 但是如果上帝在某一次不救我们 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相信这个上帝呢 不是 可能上帝他有另外一些计划在我们身上 他要借着我们愿意为信仰、殉道 放弃我们的生命 证明我们信的神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信的神没有价值 有谁那么蠢愿意把命都不要呢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是知道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我们不需要怕他 愿上帝在我们每一件事上 人生每一个挑战里面 我们都能够好像大怨你那样 有这么大的信心 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 周围的人能够从我们的坚持里面 能够看到这个神 好像是值得相信 因此被吸引来到 好像我们一样 敬拜真神 认识这位真神 愿上帝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